大家好我是Kenji老王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這支影片是奧匈節制度旅行的第二集 在布拉格的第二天 我們去探訪了布拉格最大的教堂 聖維特大教堂 沿途還走了一些特色的景點 接下來我們還會前往捷克的CK小鎮庫倫諾夫 這個帶有神秘又像童話般的小鎮 充滿著濃濃中式季婦風味 我們在這邊看到什麼遇到什麼 也將透過鏡頭與你分享 好不多說那就一起來看看影片吧 來到布拉格的老城廣場 必防的景點就是這個天文終極就是政廳了 在塔樓的一樓旁邊有遊客中心及購票口 買完票後走一小段的樓梯 就可以進入到這個塔樓的電梯路口 不得不說這個電梯設計的非常古典 在這樣子具有歷史的建築裡面 放上這樣的電梯完全沒有違和感 登上塔頂後 映入眼簾的是一整片紅蒜5瓦天際線 從塔頂往下看 所有的人事物都變得好小 再回過頭來看看 舊城廣場區 廣場上金色的夕陽餘暉 映照在太恩教堂上 是不是整個美呆了 登頂結束後呢 我們就慢慢往下移動 這次呢 我們就沒有坐電梯了 而是順著塔樓一圈一圈的螺旋步道 慢慢的往下走 雖然看得出已經改建為安全的觀光設施了 但這個螺旋步道的牆面 還是能感受到600多年的古蹟歷史 入夜後我們走訪了查理大橋 這座於15世紀建造完成的老橋 雖然歷經了許多的浩劫跟災難 但人就都被捷克政府完好的保存下來 來到布拉格 一定要來這邊走走喔 聽到了嗎 這就是天文中的鐘聲 晚上呢 剛好在舊城廣場區閒晃的我 巧遇的這一切 不過很可惜的是 我們有拍到上面器官的變化 及雕像的轉動 希望下次還有機會囉 隔天一早我們因為人多的關係 所以我們就一起搭了Uber 準備來去布拉格的城堡區 隨著車子呢慢慢的往山上開去 我們也慢慢的看到許多不同的花園與城堡 順帶一提城堡區呢其實有總理辦公的地方 所以進入的時候呢其實都要安檢 依照指示呢我們從旁邊的手錶口進入 進來後呢會先看到科爾噴泉的廣場 隨後呢再穿越過一個門 就會看到聖維特大教堂 第一眼看到的時候我心想還好我帶了一個超廣角的鏡頭來拍攝 這種極誇張的巨型哥德士建築物 讓我想到上一次我在義大利看到了敏南大教堂 風格有些不同但是都一樣很震撼 在哪裡? 身為特祖教堂 最有名的彩繪玻璃 如果你有買門票的話還可以從旁邊的入口進入 可以更近距離的看看教堂內部 我非常建議一定要買票走進來看看 那種震撼感真的完全不同 光是朝聖這些彩繪玻璃的細節 就只會票價了 城堡劇的最後呢會來到黃金巷 相傳這邊呢是鏈鏡術室摘過的地方 水產生黃金巷 最著名的是22號捷克作家卡夫卡住過的這一間 不過現在已經改成了紀念品店跟薯店 另外呢我們不小心走上二樓 原來樓上呢有一個中古四季的兵器博物館 裡面成立了好多兵器跟盔甲 還可以在這邊體驗十字弓箭 射文的標靶還可以帶回家做紀念 慢慢離開城堡區時我們發現了一個銅像 而他的下體閃閃發亮 聽附近的遊客說摸了會生小孩 於是我上前一試 想試看看是不是真的有這麼神奇 握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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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握手握手握手 握手握手握手 欸一起Share啊 這邊附帶一題 我們在兩年後真的生了個可愛的兒子 所以你各位想生的啊 趕快去摸一下吧 沿著城堡區域的階梯往下 我們來到福爾塔瓦河畔 發現這邊有一處天鵝湖 這樣布拉格河畔邊的天鵝湖 畫面也太美了吧 在查理大橋的背景映襯下 拍起來真的超美的 祝福今天還有一個特別的景點 就是這個南農牆 1980年 約翰南農被槍殺後 從此開始捷克就有一面牆 就以約翰南農的塗鴉肖像為主軸 最後變成反戰和平 以自由為主題的塗鴉藝術之牆 而也不定時的會有街頭藝人來表演 是一個很特別的捷克景點 蠻推薦來走走囉 布拉格的橋 查理老橋 查理老橋 好像在罵人啊 查理老橋 我在查理老橋 查理老橋 我覺得布拉格最適合的旅行方式就是走路 它是中歐最具有歷史文化及波西米亞風情的城市 景點跟景點之間位置也都不會太遠 很適合邊走邊細細品味 今天我們即將前往CK小鎮庫倫諾夫 一行人轉乘地鐵來到巴士站後 待會即將登上這個可愛的黃色巴士 車票也是我在網路上出發前就訂好了 所以來到這邊主要出示一下相關證明 就可以上車囉 這間巴士公司有個很可愛的名字叫做Student Agency 車上都有車長小姐 有提供免費飲料 還有Wi-Fi可以使用 椅子又很舒適路線多 車票又便宜 是個從捷克起往其他城市的好選擇喔 在這邊提供給大家參考 接下來頂去公開 車吧 原目了三個小時的車程 天色也漸漸變暗了 我們終於抵達CK小鎮庫倫諾夫 從巴士站走過來後會看到一個城門 就真的很像一座古城的城門 進來後會發現人煙稀少而且超級安靜 但是其實現在也沒有很晚才晚上6點多 在石頭街道上都充斥著我們的行李輪子聲 這種急進感我心想 我們會不會吵到這邊的居民 另外溫馨提醒一下 來到歐洲旅行你的行李箱輪子一定要選擇強壯一點 因為這樣的石頭路通常也是行李箱殺手 簡單的check in放完行李後我們就準備要去街上 希望街上餐廳還有開可以讓我們用個餐 需要什麼服務嗎 什麼樣特別的服務 你想要特別的服務是吧 對對對 我十二點在找我 我親愛的顧客有1歐元的熱水的可能性 也就是說我給你1歐元熱水還只有可能呢 不是不是不是這樣翻的 不是這樣翻的啊 這我翻譯的你有什麼問題啊 看完飯店怪怪的中文翻譯後我們就到街上晃晃 一路往常路上還是沒有什麼人 最後呢我們詢問了飯店人員 他跟我們推薦了一間不錯的餐廳 於是呢我們就抱持了好奇心來去看看 好想來到哈比亞的家喔 好香喔 這間餐廳呢真的很像在哈比人的房子裡面 所有的空間呢都是小小的 而且看得出來一定是歷史悠久 餐廳口味其實味道都還不錯 就只是那個熱紅酒 我還是喝的有點不太習慣 吃完飯後呢我們就回飯店休息了 準備一早 好好來探訪這個童話般的小城鎮 起了個大早在飯店吃完早餐後 我們就即將出發了 其實呢庫倫諾夫呢沒有很大 大概一天就可以把整個城鎮走完 加上冬季呢是這邊的旅遊淡季 城裡也不會有太多的團客 所以其實這樣的旅遊品質其實是相當的不錯 第一站呢我們先來去城跑區的彩繪塔看看 走上來的時候呢你還會看到一個彩繪塔的小模型 接著往上走就會來到庫倫諾夫的制高點 可以遠眺整個小鎮 透過空拍呢你會看到CK小鎮呢是被福爾塔瓦河 以一個S型的方式被圍繞 這種特殊的地形加上美麗的城鎮景觀 真的超美的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今天是個大陰天啊 庫倫諾夫城堡其實是捷克除了布拉格城堡以外最大的一個古堡 而這裡的老城中心基本上都保持著中世紀的風貌 也因此其實這裡早就被聯合國呢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走在城堡區內會發現到處都是彩繪 有人物有花紋還有各種文藝復興的意象 這個牆上徐徐如盛的石牆仔細看 其實也是畫上去的 很特別吧 走進城堡的文物區可以看得出以前這邊貴族統治者的痕跡 相傳南波西米亞貴族將領地分給五個兒子 而家族的竹會是由五片的玫瑰花瓣組成 所以在這邊會很常看到玫瑰花瓣相關的設計 看到許多的西方文物之後 近來也會發現一些東方的文物 我想在那個戰爭很多的年代 要嘛不是貿易 要嘛就是搶奪而來的吧 但是最後我們發現一個非常詭異的事情 玫瑰櫃的東西自己在動耶 它真的在抖耶 這是全面啟動嗎 不是我們演唱法 是我在做後面 它真的在抖耶 我們原本以為是我們的腳部影響 但是我們禁止了好久還是一樣 有點毛毛的耶 後來我們就離開城堡區了 但仔細回想剛剛那個狀況 真的覺得有點怪怪的 還是來刺個煙囪捲 壓壓驚吧 CK小鎮的街上其實蠻多好逛的東西 有小型的古董店啊 還有很多不同的特色商店 因為觀光客也蠻多的關係 其實還有些流行的服飾品牌 最後呢我們還在這邊遇到朋友的朋友 認出我們來的時候把我們嚇一跳 原來呢他是來打工度假的台灣青年 能在這邊相遇也太巧了吧 走在庫倫諾夫的街道上 其實真的很像走在明信片裡面 但是觀光地方嘛 還是要小心有時候會遇到一些怪怪的狀況 例如說這個 架頭 來 來 3 2 1 8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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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 可以慢慢走慢慢看 而在這個城鎮的中心 就是這個市政廣場 廣場上還樹立著建於1716年的黑石病紀念柱 這廣場的周邊也都是哥德式建築 這樣的景色與百年前如出一側 所以來到庫倫諾夫呢 真的很像回到中古世紀一樣 彷彿這邊的時間就停在這裡不動了 行程的最後我們來到河畔邊的城市公園 聽說夏季來到這邊還可以在河畔玩飯粥呢 而冬季呢我們就在這邊拆拆雪拍拍照 享受在庫倫諾夫最後的午後時光 如果你也正計劃來到這邊 建議可以安排一天至一天半左右停留即可 這個小鎮呢真的不大 慢慢走慢慢看 這樣的漫遊 真的就像走在童話故事裡面一樣 謝謝看到影片最後的你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有任何想法也歡迎留言給我喔 對了別忘了開啟小鈴鐺 就會收到新影片通知喔 下一集呢我們即將前往奧地利最美的小鎮 哈秀塔特 這個超美的湖京小鎮 將在下一次與你分享 我是Kenji老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新影片下面 感谢观看